在渡過這邊是龍泉溪的水 這邊有水源頭齁 對 在哪裡 它就從地裡慢慢出來 在哪個地方 就是從龍泉溪的支流分出來的 從源頭在哪裡 源頭在散西市 最高點 我們的村子就是被龍泉路貫穿5公里 所以這個龍泉路的盤 為什麼叫龍泉路 就是因為有一條溪叫龍泉溪 那那個 我剛剛要補充講的 土安潭申請古蹟 以一個村廟的歷史的定位 就是 它整個的 我把整個的附近的環境的文化 自然景觀都涵蓋在內 像我們現在看這個大阪根 這個算大阪根 聽說一年才長一公分 整個的 整個的自然的環境 就是這裡的 這裡 這個 霧原紀念步道 也是從這個地方上去 那個地方有化石 喉洞 遺址 然後龍泉溪的裡面有千年浮穴 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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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皮石 那整個的生態 非常非常的豐富 它已經從一個移民時期的赤生原始林 就是種竹子 慢慢的恢復到一個成熟林 成熟林就是在赤生原始林跟原始林之間 在一個新北市 近郊 這樣的一個很 很 這樣的一個保持很自然生態的這個狀況 是很不容易 所以 浦安唐在申請這個古蹟是涵蓋了這個整個的文化景觀的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水就是從這個溪裡面這樣分支出來的 還有包括很多原始林的樹木 所以這樣的水是中年不斷的一個水源 那我們 你們現在所站的地方 早期他們種田 種那個 種稻米 種那個茶葉 這樣的一些生活的 或者是 番薯這樣的一個生活 在這個地方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水源 那我們現在一直上去這個範圍 過去都是種一些 有種一些竹子啊 什麼的 一些生活用品 那一直到一個最高點 就是這個開墾 周氏家族二氏 二氏 二氏阿嬤的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沿途看一下 喔 那是哪一生 那是有個老阿嬤做的 我是不知道在山上怎麼上去的 三年八天 你要帶著 嗯 我看過 不要 不要